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省于的全连路灰度的方案设计与实践 在整个过程中会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全连路灰度的这个概念和方案的这个介绍 第二部分是全连路灰度的方案的这个产品实践 第三部分是对于全连路灰度 甚至服务治理的这个总结和展望 首先第一部分是全连路灰度的方案简介 就会讲一下全连路灰度方案设计的这个概念和场景 然后也会讲一下说全连路灰度这个方案的这个技术原理 好 首先我们要理清楚一些概念 比如说从右面这张图来看 我们有一个业务是一个类似于电商的业务 我们有一个入口应用 比如说就是ingress网关 或者说今天的话 它的例子是神运网关等等 那它的流量会先到的交易中心 先到交易中心 然后再到商品中心 再到库存中心去一击一击打下去 那首先从入口应用开始 会对流量做一定的分流 比如说我们有50%的流量是线上的流量 那它会去打到一个线上的这个交易中心 商品中心等等的这些部署上面去 然后有30%的流量 我们会认为是一个小部分的流量 来做一些验证等等的 那它就会打到在标签一的这个交易中心和商品中心去 但是库存中心没有部署标签一 它可能就会到那个没有打标的库存中心 当中去 那还有20%的流量 也可以根据业务的指定 来去打到一个标签2上面去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么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说这一条一条的这个流量的这个走向 比如说有50%走位打标 30%走标签一 20%走标签二 等等 我们会称它为是一个运道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如果这个标签一的交易中心不存在 那它必须得去调用未打标的交易中心 所以我们会把未打标的这个 这些应用合起来就要一个极限的环境 就是说如果其他环境没有呢 它就会去承载所有的流量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交易中心没有标签一 它要达到未打标的交易中心当中去 那这个行为叫做流量的回退 因为这个标签没有 我们又不能够让把这个流量抛弃掉 所以有一个未打标或者说极限的这个环境 好 那从这个图当中来看 我们有三个这个运道 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运道合起来 称作一个运道走 这样的话能够方便理解 好 那刚刚说的这种行为或者说这个场景 它有没有具体的业务场景 那其实我们有一些具体的业务场景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 日常开发项目测试环境的这个隔离 比如说我们要构造一个新的环境 那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唯一的这个标签 比如说Gray环境 它就会带Gray标签等等 那流量带上这个标签之后 就会路由到该项目的这个项目环境 如果没有带这个标签 那它就会去主干环境 或者说叫极限环境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说 我新部署一个项目就非常的容易 我只需要部署我改了之后的那些节点就可以 改了之后的这个应用和节点就可以 当然如果没有这套机制的话 那每个开发环境就需要进行物理隔离 把每个整个流量的每个节点都需要重新部署一遍 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也不利于这个横向的扩容 然后第二个就是全电路灰度的这个灰度发布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要发布这个订单中心 仓储中心等等 然后线上所有的应用都需要部署一个灰度版本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又不确定有没有问题 那只需要说在入口处给一些特定的流量 比如说来自于带某些参数的流量 或者说或者说就10%的流量去打一个灰度的标 那灰度流量就会去进入灰度版本 正常的流量去进入一个基线或者说生产版本 那灰度版本只针对灰度的这个流量来做一些小的这个范围的验证 能够有效的减少发布带来的风险 我们的一些云上客户就有这样的场景 好 第三个场景是那个高可用和临近路由的场景 业务高可用部署之后 他就会去去多个机房去部署 当然云上叫可用区 服务调用如果跨机房的话 那才就会带来额外的调用延迟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说 开启同机房优先 那可以理解为把那个可用区当做一个运道来使用 那这样的话consumer服务在调用的时候 他会优先选择同用道或者说同可用区的这个provider 那整个的调用过程中 它的RT就会非常低 方便就能够实现一个高可用的能力 然后第四个就是全链路压策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做法 直接使用线上环境压策 那就是压策的流量 就会要重新部署 要重新部署一套环境 甚至说数据库 Redis都要重新部署一套 那如果用使用了这个全链路灰度的话 那他就可以直接使用线上的一些基础程式 比如说让线上流量的这个DB 操作落不到引子表 Redis落到引子的这个key上 MQ落到引子的这个topic上 那如果没有这种路由能力 或者说全链路灰度能力 那是我们就需要把这个DB Redis MQ重新搭建一套 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用全链路灰度 就可以实现这个零机器成本 零维护成本 完成这个全链路的这个压策 好在整个的这个调用 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全链路灰度的这个模式下 我们需要涉及到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RPC 比如说服务之间的调用 A调B调C等等MQ A发了一个消息 然后B去消费等等 然后database或者是databaseDB 然后Redis 甚至说还有一些分布式的这个任务调度 就是一些job 还有就是前端 从前端就开始的这个灰度等等 当然这些灰度能力的话 其中还会涉及到一些可观测性上的一些展示 好 那我们刚刚有说了这个全链路灰度的这个能力 那么看一下这个技术方案 方案一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紧速的这个方案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套基线环境 流量达到A应用上面去 然后再打到B应用 再打到C应用 再打到D应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开一套新的环境 比如说就叫环境一 那么就会去把这些应用全部部署一遍 比如说B应用我改了 那我会部署一个新版本 那B应用我改了会部署一个新版本 但是C和A它是没有没有改的 那我就会把原来的直接copy过来一份 那同样对于环境而来讲也是类似的逻辑 整个各个环境之间的这个流量请求 也是单独走的 这样的话就是整个部署成本就会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改了B和B 但是我们就需要把ABCD全部重新部署一点 相当于说多了50%的这个机器 那如果环境更多的话 那它的这个资源浪费就更严重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案二就是一个逻辑隔离的方式 从所有的这个流量都会去打到机械环境当中去 然后对于默认的这个流量啊 就是线上的流量还是会去达到ABCD这么走下去 但是我们开了一个我们当我们不要部署环境一的时候 那我们只需要部署一个环境一 当中修改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我修改了环境应用B 那我就把应用B重新部署了 修改了应用B就把应用B部署一套 那这个时候啊流量进来了之后 对于特定的流量 我们认为它是属于环境一的流量 那它就会直接走到A然后掉那个环境应用B的这个节点 这个环境一当中的这个应用B 然后环境一当中有没有部署应用C 那它就会fairback会落到那个C当中去 然后它又部署了环境应用B 那它就会去优先调用环境一当中的应用B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说 把我们每个环境当中修改的这个应用重新部署一份 就可以对于那个资源的利用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那同样我们要开一个环境二的时候 也是类似的逻辑啊 只需要部署我们修改过的这个应用就可以 那刚刚会刚刚的这种整个过程当中 会涉及到一些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说那个标签路由 在整个云原生环境下面 我们认为标签是一等共鸣 因为我们原来或者说这种 同时通过机器部署 我们会通过IP来指定一些规则 但是在云原生的环境下面 每个机器的这个生命主题会非常短 那这样的话用IP来标记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IP可能它重新部署一下它就变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用标签来 去更是比较合适的 Consumer这边也不会管机器的IP 它只会去根据标签来选择机器 不同的标签就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标签路由 那我们就我们就只要给节点打一些自定义的标就可以 今次去发布 那每个节点每个每个节点都可以打一些自己所对应的版本 那我们就可以用小白本来做进次用一些新版本来做进次去发布就可以 全链路规度跟标签路由类似也是用一个自定义的标就可以 同位的优先的话就是刚刚说的临近路由啊 然后它就是对机器打一个可用区的标 全链路压策的话只需要打一个压策的标 场景的这个链路它只需要打一个所在场景的标 能在路由的话就是两地三中心这样的等等 那它就可以打一个region这样的标等等 好技术点二的话就是说对于一个节点的打标 就比如说在KTLS当中部署的时候 我如何区分说这个节点是属于哪些标 我如何根据标来筛选出节点 那以容器化的这个业务应用来举例的 比如说不发现如果是KTLS的service的话 那它的select就是app htubebeam 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他就他就用htubebeam app等于htubebeam这个标记这个tag或者说label来筛选 比如说我们在部署一个declimate的时候就可以升级 这个app是htubebeam 那这样的话就就能够说找到一个节点就能够找到它的标 通过标也能够找到一些这个节点列表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用那个以注册中心为举例子 我们以Narcos为举例子 Narcos也有类似的机制 在Narcos当中叫metaDate 这个节点在注册到Narcos的时候是可以带一些metaDate 就是一个kv的这个结构 比如说vision等于base vision等于grey等等 那比如说我们用SpringCloud的阿里巴巴举例子 那么就可以给他带上这么一个环境面料 比如说metaDate的k等于value metaDate的值等于grey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在注册的时候给他带上一个这个标 然后技术点三的话就是那个流量染色 基于那个分布式量路追踪来实现的这个流量染色 我们从网关应用再到A应用再到B应用 那整个过程当中网关来给流量进行一个染色 比如说它是属于grey标 它是属于test标还是属于base标等等 那非应用的话可能就没有部署一个其他的 非应用可能就只有一个环境或者说只有一个标签 那他掉到这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他在接下来掉B应用的时候 那如果是test他要掉到这儿去 如果是其他他要掉到这儿去等等 如果是其他他要掉到这儿去等等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就要实现说在整个的这个流量的这个生命周期 包括他的这个颈求以及他的子颈求都需要带上这个染色 或者说流量的这个标签 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用 Opetelemetry的backage 或者说其他类的或者说其他W3C trace的一些类似的概念 我们会给给流量染上一个染上一个颜色 比如说这边就叫custom tag等于test 那他在掉用A的时候会带上这个customer tag等于test 那他在往下掉的时候还会去带上这些 这些标签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说我整个请求 这个染色能够做一个透传 当然内部实现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方式 比如说假话当中的话就会用ThreadLocal这样的模式来做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的技术点就这些 那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来看 我们需要对应用做哪些改造呢 比如说从神域网关这边进来之后 我们要把流量根据一些规则 来打到不同的这个环境 或者说标签上面去 那就是说对于假话应用来讲 我们是可以给应用插入一些假话agent 在流量的入口处和出口处 插入我们一些自定义的逻辑 因为假话agent是可以动态的修改字节码 是可以实现这样的逻辑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会去打到B应用上面 然后再打到C应用上面 但是这个时候B应用和C应用可能就不是假话写的 它可能是go long或者说其他语言写的 那这个时候即使他把标签传过来之后 那他在B应用在往下掉的时候 还是会出现一个随意调用的情况 因为他可能不能够识别这个流量的标签 也不能根据流量的标签来做一些路由 灰度路由啊等等这个能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OpenSeq Go这样的一个 微服制里的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微服制里的标准和这个协议 当然我们也会实现一套这个参考实现 它会通过一些GPC等等的这个模式来下发到各个数据面上面去 比如说对于A这边它可能是一个假话应用 那它就直接用交话政策的模式去做 交话政策就从这边去拉取一些规则 比如说标签路由是否开启啊 标签路由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参数等等 那B应用的和C应用的话它可能不是假话应用 它可能是GoLang 那它可以就可以通过SDK的模式来去接入 SDK就会去这边去拉取一些规则等等 那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Mesh应用啊等等的这些应用 它OpenSeq Go都会做一定的适配和兼容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就能够从整体上实现这个链路 从整体链路上实现这个全链路规度的这个实现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第二部分 全链路规度的这个产品方案实现 首先我们就拿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场景来举例子 比如说有些客户端他会去请求Apaq神域 Apaq神域的话他就会去根据一些规则来把Gray流量 蒸发到Gray环境上面去 那是A和B都部署了Gray 那C可能没有部署 那他可能就fileback到基础基线上面去 然后对于大部分的这个业务流量 我们说就是线上的流量 那他就会去走那个base这一块 就走到A和B ABC的这个base上面去 然后为了那个演示方便 我们ABC都是普通的那个Spring Cloud的应用 但Apaq神域的话也是一个带Spring Cloud的插件的这个神域 这个网关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用MSE来举来看一下整个场景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部署 比如说在我们在这个KPS当中 KPS提供当中已经部署好了整套的这个环境 比如说神域Admin 它是一个那个神域网关的这个控制台 神域Bootstrip就是流量的入口 它是一个神域网关的这个实力 然后Spring Cloud A就是从Bootstrip到A 然后再到这个Spring Cloud B 然后流量再到Spring Cloud C等等 那对于A这边来说它没有带任何的标签 它就是一个base的这个环境 然后我们这边同样也部署了一个AGray 对于AGray的话 我们这边也给它打上了标记 表示它是一个Gray的环境 当然这儿还有一个MSC Palette Auto Enable 就是说我们认为它是默认需要注入Gray Agent的模式去实现一个刚刚说的 通过Gray来实现微搜治理 好这样的话我们部署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神域这个网关的这个控制台 就可以看到Spring Cloud A已经部署进来了 它的路径是Spring Cloud这一块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请求一下这个神域网关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Spring Cloud写到A这个接口 然后参数是NAM等于小名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A调B调C等等 好整个调用链路就是通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能够在因为刚刚接入了那个Gray Agent也能够在应用列表当中去看到这三个应用 这四个应用 神域网关还有ABC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配置的就是说全联路灰度的规则 这里面有两部分 就是说全联路灰度涉及到哪些应用 比如说它的入口应用是神域 Bootstrip 它的一些设计的应用是ABC三个应用 这个我们配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创建永道 比如说我这边已经创建好一个永道了 这个的话永道的规则是这么设置 永道名称的话就是随便提 就是说当然为了方便我们是值得不为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选择标签 就比如说我们认为匹配的 这个永道的应用默认都会走那么不为标签上面去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在流量入口怎么配置规则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规则就是说 Name等于小明的这个流量 它都会去到Grate环境当中去 当然这儿也可以配置为Header Cookie Body等等这样的配置的这个类型 好 那我们就用默认的Name等于小明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开启起来 好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Name等于小明调用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普通的调用 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A调用到了AGrate这个 议器上面去 B也调用到BGrate 但是C没有部署CGrate 所以它就fileback到C这边去 那这样的话就从整体上实现了一个 微服务治理的这个 或者说全量的灰度这个能力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 这个MIC微服务治理全能够规作这个方案的这个应优点 第一个就是说它能够通过这个运道之间来隔离这个流量 第二个就是说它端到端的话能够实现一个稳定的这个极限环境 比如说我中间把A和B这个Grate都删掉了 那它也是会影响线上流量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动态的一键切流 比如说我刚刚把那个流量打开 它就会我把开关打开 它就会直接去有一个全量的灰度的这个效果 如果关闭那就没有 然后就然后第四个就是可观测能力 我们也能够我们能够从这边来看到一个QPS的总图图 它也能够说按照 按照标签给你展示说这个请求的这个数量和百分比 然后它也就是说低层能接入 我们只需要说对于加湾应用来讲 我们只需要在应用上面标记说 需要开启MIC微服务治理 那它就会去自动注入加湾Agent 然后还有就是MIC具备的这个无从双向线能力 能够在应用结束 应用结束节点结束的时候去做一些事情 也能够在应用清晰的时候去做一些延迟注册的事情等等 那就使得这个应用的发布 增加的这个平滑一点 容易出现成失败的流量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总结和展望 就是说 微服务治理的话是微服务改造完成之后 深入深入改造完成之后 到下一阶段的这个必经之路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刚演示了全联路规度 那服务治理这一块还有没有别的能力等等 然后多预言环境下面的话 比如说的话都是假网 那多预言环境上面 有没有全联路的这个最佳实践或者标准 它就是依购服务 依购的微服务如何统一治理 然后还就是说其他微服务的这个基础 是怎么去治理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就推出了这个OpenScore这个项目 OpenScore这个项目的话 从左啊就是我们认为说这种 服务的原数据 到路由 再到可观测性的一些等等 这种这种的这个治理 我们会认为它是微服务治理的一个 自己模块或者说一个 Domain名誉 那接下来的话会有一些更多层次的治理 比如说数据库的一些治理 比如说它对一些Score的这个神迹 它对Score的路由 它然后跟对数据的分片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cache和配置的治理等等 还有一些就是说MQ啊日治治理等等 这样的这样的概念 然后对于一些数据面的话 比如说我们会去对Narcos来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这些Tag可能会注册Narcos当中去 Narcos的这个各个抹屏 各个注册中心的差异 网关这一块 我们也会做对应的这种兼容 然后还有就是微服务的这一块的这个处理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ServiceMesh的这个兼容 然后也就是数据库治理的支持 然后还有cache,config,mq等等的这个治理 那说回到这儿就是说全连路灰度这一块 我们也在积极推进全连路灰度的这个标准化 比如说我们这边就会打一些 traffic的能力 路由的能力去做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怎么给一个节点打标 怎么给流量打标 怎么来做一些路由等等的这个 这个核心能力 我们也会去把它推动在OpenScore的这个stack 当中去来做一些能够说让大家不管是讲话也好 还是其他也其他语言也好 还是说其他模式也好 都能够运起来整个的这个全连路灰度的能力 这些就是全部谢谢大家